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哥, 我要不要進來 進來 進來 甚麼事 沒有, 我知道大哥今晚一定睡不著 與其一個人喝悶酒 好, 倒杯, 我給你喝 好 來 二弟 李宗盛 李宗盛 要我問你一個問題 大哥儘管問 今時今日 你還有沒有想念你的妻子 雖然我和娘子陰藥相交 但我經常都會夢見她 每當夢醒的時候 總有一種肝腸傳斷的感覺 在我照國族節目的時候 我知道公主很想我親口答應她 可以回來追她為妻 就是一句這麼簡單的說話 我始終都沒有說 回來之後, 公主就已經死了 這句說話 我永遠都沒機會說 既然大哥已經錯了一次 而且一直引以為陷 大哥一定不能再錯第二次 乾爹, 服裝執好了嗎 差不多了 清 清…清兒 乾爹上有幾件衣物還沒收 我進去收 少龍, 我陪秦青 你去哪裡? 對不起 我想秦青和漢將軍之間有所誤會 誤會?什麼誤會? 不過, 幸好漢將軍這次的出征 令到秦青終於明白到 在心裡沒辦法忘記是我的先父 在秦青心裡 最愛的只有我先父 好 我不相信 我知道你是說謊 你是在說謊, 是不是? 漢將軍既然以大事為重 沒有了秦青這個感情包袱 你大可以無憂無慮 繼續做你的大事 豈不是更好嗎?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如果之前令到漢將軍有所誤會的話 秦青在此向你道歉 你說大話 我知道你在說謊, 你不是說真的 你是說謊的 你告訴他你在說謊 漢將軍信也好, 不信也好 為免令漢將軍不要繼續誤會下去 秦青決定和乾爹離開咸陽 乾爹, 我們走吧 我不讓你走, 你跟我來 你放手 你抓我來這裡幹什麼? 你還記不記得 當日你曾經跟我說過 說你最開心的就是這一段日子 你很想留住這一刻 你還跟我說 說想太陽永遠都不下山 你記不記得我? 是又如何?太陽不是一樣下山? 太陽下不下山有什麼關係? 我只知道我真的喜歡你 就算太陽下不下山, 我也不會變 難道你肯為了我, 甘願做逃兵嗎? 你知道我不會 但我可以答應你 我一定會留一條命回來見你 你知不知道我就是最怕 聽到你說這個話 我怕你為了這個承諾 而要背負一個沉重的包袱上殿場 我怕你會報我先夫的後塵 為了保存性命 結果心神不熟, 戰死沙場 我怕你走了之後 我永遠都見不到你 少龍 我韓少龍當天發誓 我一定要留一條命回來 娶禽青為妻 我答應你 只要我想起你在行人等著我 就算我死, 我也會死回來 我不想你說個死字 那你能不能等我 我一定會等你回來的 是 韓少龍 寡人如今正式受命 你為護國上將軍 你要好好記住 此次召國主稅乃是李牧 無論韓將軍昔日跟此人有何情義 如今循召兩國交鋒 你絕不能有半點心願 是, 大王 炒炒饅頭 兩位是嗎?客官 那邊坐吧 好啊 這裡… 小魚哥, 麻煩你 一盆牛肉, 四個饅頭 還有胡椒站 好啊…馬上到 這次經夜巡國邊境 看來已經沒有你組織的人追來吧 還是小心點 一路上組織都派人追殺我們 雖然離開了巡國 但也不代表絕對安全 走賽道… 兩位客官慢用 小心 要不要這麼小心? 要不然我時時小心 看來我們今天也沒機會坐在一起 吃得了 再這樣下去 看來我們還沒被人毒死 也已經餓死了 對了, 你離開巡國之後 你有何打算? 據我所知 組織在齊國的勢力就是最薄弱的 首先我們離開巡國 然後就繞到去魏國 最後就去到齊國 你放心吧 雖然齊國離巡國是軟了一點 大過一年半載之後 我們就可以回巡國 到時候瑩瑩可以見你的韓大哥 沒有, 我也說過想見他 有些事不用覺得太明白的人 我也是女兒家 你也說過要去 老大, 阿倫, 甚麼事 沒事, 小二哥 我們還要趕路 麻煩你把饅頭給他 對不起, 剛才我… 我們的身分已經暴露了 要盡快離開這裡 阿倫, 你們的碼頭 麻煩你了 千萬不要漏 小心 我都說過 只要我們來到這個碼頭 就可以離開巡國 你知道人家一定會撞我們嗎 你放心, 我一定會降伏他們 這位大叔 請問你們的艇會去哪兒 那艇吧 要來運貨上那艘大船 那艘大船就會驚艾國到齊國 甚麼事 因為我們夫婦有急事要說是齊國 麻煩你可不可以送我們一程 我不得主意 那艘船被歌舞團包了 你找另一艘吧 可不可以好心通融一下 我們很急的 都說不行 甚麼事 對了, 這位是歌舞團的班主鳳姐 你們自己跟他說吧 這位鳳姐是嗎 是這樣的 我們夫婦的兒子在齊國得他重病 我們想去探望他 麻煩鳳姐順道載我們一程 載你們 最多我們在船上幫你做粗活 當作是船金 我們甚麼粗衷功夫都做得來的 七叔 你別說在船上有兩人洗衣服煮飯 是呀, 鳳姐 為甚麼兩夫婦肯做 肯肯?當然肯 只要鳳姐肯讓我們上船 我們甚麼事都肯做 那好吧, 我叫馬總管安排你們上船 謝謝鳳姐 跟我來 馬總管 他們倆夫婦跟我們上船 安排工作讓他們做 好, 跟我來 好 好 你們先幫忙把梁城封上船頂 待會兒去到大船那裡 我再吩咐你們做甚麼 是呀 你必須這麼卑躬屈實嗎 要不再辦一次 很容易被人懷疑, 做事 馬總管 你怎麼還沒看見鳳飛出現 他不在, 我們不可以啟行 鳳姐, 我剛剛想跟你說這件事 昨晚鳳飛說上岸去探望真友 誰知道一去就去到現在還沒回來 怎麼可以這樣 他是我的台署 他不在, 我們不可以開船 是嗎 相信這位一定是鳳姐還是 你是… 是這樣的, 我家老爺 吩咐我拿五十兩黃金給鳳姐 是作為幫鳳飛姑娘屬身之用 什麼 你家老爺要跟鳳飛屬身? 是呀, 鳳飛姑娘已經跟我家老爺成親 她以後都不會再回來 鳳飛連招呼都不打聲走出去嫁人 那豈不是累死我了 沒有鳳飛, 我怎麼去齊國 我怎麼跟齊王交代 是呀 那這層小人真是愛無能助了 鳳姐, 你先收起這五十兩黃金 那我家老爺跟你們以後就互不拖欠 告辭 你…慢著… 鳳姐, 算了吧 正所謂嫁出去的女兒, 潑出去的水 現在迷意成催, 你怎麼追 我也知道 現在我不是阻止她嫁人 但是她可以跟我去齊國回來才嫁 每天都一樣, 我就被淋死我了 那怎麼辦?開不開船? 這次去齊國和齊王賀壽 如果我們失場 我十個頭膽都當不起 吃到魚, 根本沒辦法 去到齊國才算, 走吧 走吧… 各位船工大哥, 過來吃飯了 是呀, 反正今天順風順水 不如吃完再餐過 好… 不好意思, 我幫你抹吧 我有報, 真不好意思 不要緊…行, 我自己抹吧 好… 對… 好… 無神 好 鮮人 幸好我發現得早 若然不是,今天死的那個會是我們 你怎麼知道他是刺客? 你還記不記得,今天送飯的時候 不好意思,我幫你抹吧 我有報,真不好意思 不要緊…行,我自己抹 當我給他沒手的時候 我發覺只有他的右手右枕 而左手就沒有了 由於姚佬是要用雙手 若然他真是一個普通的船公 他應該兩隻手都右枕 而他只是右手右枕 就證明他不是一個普通的船公 而且極有可能是一個用雲右手的劍客 幸好善良你的舊基劍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處理了個屍體 只要送了他的劍,可能我 那就神不知,鬼不覺 你猜他們會不會發覺少了船公 好,就算發覺也沒問題 就當他晚上小夕的時候 不小心掉下海吧 放心,我們不會被人懷疑 你身上的血液 快趁所有人睡覺的時候 我們以後,我們衝回整個室 是誰… 來 買一碗, 行了, 來… 鳳姐, 你別再喝酒了 還是早點休息吧 馬總管, 你叫我怎麼睡得著才行 田丹大人要請我們齊哥和齊王 表演歌舞是和齊王何秀的 我連訂金都收了人 你突然說不見了台柱 看我這次真的批過頭來就行了 現在距離齊王大壽還有一段日子 那或者可以及時找到另一個代替呢 糟了, 人家一定指定要鳳妃表演 我實在是誰找個鳳妃出來 你不用這麼擔心 所謂船到橋頭自然直 鳳姐, 鳳姐你帶領歌舞團行走江湖以來 經歷過不少風浪 難道這個關, 這樣也過不了 現在只希望齊王的大人有大量 王恩大赦 要不然你沒甚麼辦法了 算了, 正所謂明一授耐, 明日當 有甚麼問題, 明日子就算了 你們… 想不到我們Dalen唯一救我們兩姐妹 竟然被那個惡霸奸殺死 之後他還不放過我們 是要我們倆做的第十七和第十八房間 鳳姐, 你說天理何在 我們兩姐妹真是走投無路 才會從橋莊出走 希望可以避過他惡霸的迫害 如果鳳姐真的要把我們趕下船 我們兩姐妹真不知道還能走到哪兒 如果你真是要我們嫁的那兩個惡霸 我們兩姐妹寧願跳去死 何解世間受得女子的竹魚這麼多憑 你但是可以放心 我們出來行走江湖最重要是說二字 我鳳姐絕不會這麼沒人性趕你下船 鳳姐, 你真是讓我們留在船上 還要快點謝謝鳳姐 謝謝鳳姐救命之恩 那你理言重了 馬總管 雖然人家長得漂亮 你也不用看得不眨眼也不眨眼 不是呀, 鳳姐 你看真這個樣子, 你說他像不像一個人 是嗎 來… 你在旁邊看他左邊的輪廓 你看看, 他真是有幾分像鳳妃 你不說就不割 一說上來看上來真是有七八分相似 不過鳳妃還沒那麼高 膚色就比他白一點 如果我沒看錯 他一上妝, 穿起來無意 不然他的樣子就更像了 是嗎 好呀, 轉個妝看看來 是呀 你們快點看吧 真漂亮了很多 怎麼樣?馬總管 真是有八九成不像鳳妃 雖然不可以說八十成相似 不過反正齊王沒見過真正的鳳妃 這次真是等著我們歌舞團 是呀, 鳳姐, 這個鳳妃是甚麼人 鳳妃本來是我們你的台署 這次我們一起去齊國圖表演 怎料到半路中途突然說嫁人 就走了 如今真是上天保佑 讓我們遇見你, 你又敢像鳳妃 如果你肯頂替她的話 等於救了我們去幫舞團 不行, 我根本就不懂得唱歌和唱歌 可以 鳳妃, 誰說不行?唱歌和跳舞 你這麼聰明, 練十天八天一定不行 但是… 難得鳳姐肯收留我們在這裡 我們一定要按恩吐布 鳳姐, 一切就依你的說話去辦吧 那真是好 孫子 我們這次出走, 無非都是要逃避的惡霸 難得這次有機會可以加入歌舞團 好, 可樂而不為呢 那我盡力試試 你可以放心 從這裡到齊國圖大半個月的時間 我有信心 一定可以把你訓練成為第二位鳳妃 鳳姐, 不如你把我藏起來做徒弟吧 我也會跳小小舞的, 我試給你看 好 又不錯, 想不到 好, 好, 以後就安排你們兩姊妹 同台表演吧 謝謝你, 鳳姐 我們一定會好好學習 不會辜負你的心意 那真是好 阿易, 你有沒有檢查 城裡的食物夠不夠? 我已經點過所有的凌草 應該足夠十天守城之用 這次我們面對的 是從來沒打敗過盡的理務 而他有日判了契儀 這把劍都是他當日送給我 所以說世界上的事就很難說 到今天就要跟他打仗了 大哥, 如果你覺得為難 兩軍交鋒之時就等我來應付你目 多餘了 打仗上來就算兩父子也無情說了 你知不知道城裡 有沒有什麼有名的主劍師 有, 城內有家姓莫的主劍師 擅長打造各種兵器 那你幫我趕快找他去打一把刀出來 到時打好了你就知道是什麼 啟稟上將軍, 探知回報 趙國大軍正在城東十里之外註冊 想不到你沒這麼快兵臨城下 不用擔心 我們跟黃展約好 他去救兵三天之後就到了 只要我們守三天, 到時就有機會贏 東軍發生雲變, 何以如此 啟稟大王 東軍安入當年曾受魏國管治 故此經常有魏國救民 直固身士, 斗擋行兇 以致讓城今次雲變 大王, 為免雲變漫然開墓 平亂必須順俗 微臣建議, 大王快馬全力黃戰 改道趕乎安入平亂 令黃戰趕乎平亂? 大王, 此事萬萬不可 黃展正領兵趕乎醉成 與漢少龍呂應外合迎擊趙軍 刻不容忽 此時實不如臨時抽調黃展大軍 前往東棍平亂 大王明察 若然另行調兵平亂 最快要需時十日 方可趕帝安入 聽所謂遠水不能夠近貨 一旦民變漫然開墓 誓將動搖全國管治近機 但是, 若然失去了黃展的援兵 但凡漢少龍孤軍應戰 你必能夠守住罪成 如此一來, 豈非是否漢少龍於險境 黃展大軍正身處於安一附近 只要大王一聲令下 黑日即可趕帝安一平亂 等黃展大軍平亂民變之後 再趕乎醉成亦不辭 大王, 所謂傷外必先安邁 呂誠相曲實是言之又來 更何況, 由安一趕往醉成 只不過是三日 以漢少龍的能力 絕對不會連三日都守不住 雙爺, 雖然我們這次藉著東郡民變 成功拖延著黃展的大軍 但是, 杭少龍亦非泛泛之輩 若然他真的守得住罪成, 豈不是… 放心, 本上早已安排了後續 只要你有財富 自然可以收買任何的東西 包括望少龍的人頭 雙爺, 果然心思神物 實在令我心服口服 如今本上只是擔心的 反而是路海此人 你剛才不是也贊成相爺的提議 相爺, 你又有何擔心 此人居心可察 剛才竟然公然支持本上 實在可疑 不過無論如何 他總算做了我一臂之力 只要杭少龍一脫 盧海此人, 根本不足畏懼 怎麼樣?杭少軍 是不是他發現有甚麼問題呢 我已經是城樓體國 以我們的兵力 要抵擋李穆大軍 十天八天也不會有問題 是, 如果黃展將軍真的及時趕到的話 我絕對有信心可以打退他們 對了, 你有沒有黃展將軍的消息? 莫章正衛此時擔心 據探子的回報到目前為止 還沒見到有黃副將軍的援兵經過 莫非黃展在中途出事? 不會吧, 如果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趙兵如果大舉進攻, 我們豈不是會… 放心, 李穆的大軍暫時沒有異動 相信暫時不會向他們發動攻城 我現在最擔心的 就是不知道朝廷出了甚麼變故 令黃展將軍沒辦法來得到 啟稟項將軍, 趙軍主帥李穆 派人送來通碟 說甚麼? 李穆約你在日落之時, 在城外見面 拿去拿去拿小, 看到一模一樣 全幫幫我們推動 李莊棍, 你好 當日, 我與韓將軍 屬於韓丹一邊 想不到你我重逢之日 竟是兵庸相見之事 不過也好, 無論如何 韓將軍肯丹人匹馬結果 不枉我結識到你這個亡靈之教 如果李將軍 你真是把我當成朋友 韓小龍想有一個要求 你當年把盤二 從虎口救出來 對我們來說是有恩有義 如果我李夢有能力的話 一定會答應 其實這次兩國交戰 一定會死傷很多人 說起來, 我也有些 將他人自協而自己威服 但是如果李將軍 有一天真是公婆罪成的話 我很希望你不要濫殺無辜 想不到韓將軍 這麼窄心人口 我答應你, 若果我軍真是公婆罪成 我絕不會濫殺一人 謝謝你, 將軍 這把飛鴻劍 是你當天送給我 這把劍就代表了 我們之間的友誼 如果真的要我用這把劍 在戰場上 如果想到要我和你互相施殺的話 我實在做不出 韓將軍確實是 重情重義之人 離手 我李莫仍有一事相求 李將軍, 請說 我想知道 潘兒他現在到底怎麼樣 我也不瞞李將軍 阿盤他現在引誠埋名 罪在鹹陽裡 他對以前的一切 已經完全忘記一乾二姐 阿盤, 我能夠在有生之年 得知我盤兒 找到自己的天地 我真是老頑安慰 韓將軍, 你對我盤兒 既大恩大德 我李莫, 活此難忘 今天我們在這裡 喝過這杯酒以後 從此恩斷義絕 也沒有誰欠誰 我會被你寫了 我會被你誤會 我會被困惑 我會被困惑 他要被困惑 你以為是要無故的 我會被困惑 那兒 我會被困惑 我會被困惑 你以為是要 伴不死 他就不曾被困惑 我會被困惑 他們現在不殺了 我會被困惑 好,刀鋒過處,不漏痕跡 果然是出自明的私之手 可惜,我竟然要用自己打造的刀 來和李牧將軍的飛鴻劍打過 對了,大哥,你何以心血來潮 命我叫人打造這把奇特的刀? 因為我是木之劍法 重點是以弓為首,著重於快靈靜 不,應該是快、狠和準 而你們所用的劍,全部都十幾二十斤重 打起來實在太浪費體力 而這把刀是仿照日本東洋刀的模式來打造 完全符合墨子劍法的要求 明天我們和趙國大戰雖然沒有黃戰幫手 但如果有這把刀 起碼我們還可以省點體力 再打一兩天 韓將軍,請放心 末將已經動用全城的百姓 誓要死守罪城 你是不是瘋了 我告訴你,必要時我寧願棄城 都不想傷害任何一個百姓,你知道嗎 是,將軍 有,啟稟項將軍成為有幾個墨者求見 他們表示願意協助向將軍守城 真是句子令人假 這封墨函是誰給你 我們都不清楚 不過我們身為墨者 一向以蕭美戰爭,助人守城為己任 一接到墨函,我們就馬上趕來聚城 幫助韓將軍對抗趙軍 有這麼多墨者協助守城 以辭聚城有救了 那好,我們現在立刻商量怎麼做 跟我來 是 var sana 開箴進高 殺ől 你殺了 大! 밥 early 大! 我殺了 在乘啊 他快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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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大哥,把六折帶去城門 我去看看 他要去城門 我去城門 我去城門 他去城門 我去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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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o,亂門 爹,爹 爹,爹 好 大哥, 保不住他, 走 小心 走, 阿盈 走 勵盈, 我們抹啤酒 你們帶其他人向那邊走 我可以負責引起召兵 大哥, 要走, 一起走 你閉嘴, 這是命令 如果你不聽的話, 就人頭落地 勤力遵命 你們說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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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開 你中文真厲害 康少龍真是服了你 康少龍, 你也是個人才 如果你肯為我們照顧孝命的話 我李目定必保你成名 康少龍不會認輸 就算我今天死也好 我也不會投降 康少軍果然是一條好汗 如果我李目是衣中敵寡藥 實在勝之不武 聽命, 此人只盡三禽 大家聽著, 今天有錢無後, 打死八斗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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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太父, 太父 怕… 怎麼會這樣? 莫…莫非是韓太父他? 看分大王, 李太子有急事求見 律師? 犯事 大王, 大事不妙 是否韓大父出了事? 韓大王如何得知 你說 韓大父到底是你討厭你死? 是 微臣剛剛接到探子回報 醉成驚已失陷 韓張骨下落不明, 生死未報 大王… 韓… 大王萬福 總卿家平身 大王, 今天臉色欠戒是否身體不食 如今罪成失守 好, 韓大父生死下落不明 未知眾卿家有何對付良賊 如果大王信任過微臣的話 就將此事交託於微臣負責 微臣絕對有信心 不僅可以收拾殘局 更可以大舉反撲, 重奪追城 將此事交入呂城上負責? 大王 如夢大王不器 不如這次就由本侯親自掛稅出政 以重振軍衛 長信侯, 你雖然精於劍術 但是行軍作戰不比單打獨鬥 如今漢少龍之所以全軍盡物 就是敗在過於托大, 毫無實戰經驗 莫非長信侯, 你想報他後塵? 呂城上也只是一個商人 難道又善於調兵遣將, 精箭沙場? 本身身邊既有大將之財 加上如今紋亂基平 皇展大軍隨時可以趕赴罪成 就算豈用皇額老將軍重劈戰甲 亦願勝過長信侯利 大王, 處理各事, 手中知人善任 當初大王一意孤行, 錯用漢少龍 如今不能一錯再錯 好了… 無謂再爭拗不憂 呂城上要如何處理此事 儘管自作主張, 退廁 走 周露先生, 周露先生 朝中可有罪成之消息? 有, 不過是壞消息 難道… 由於皇展的援軍未能及時趕到 趙君終於攻陷罪成 燒龍如何? 我大哥和二哥如今生死都還沒預預 如此之外, 老夫所得之卦, 完全沒有錯 周露先生, 你預預了甚麼卦? 我大哥和二哥是不是有事? 老夫剛才, 求得一卦, 此乃私卦 此卦之情無謀, 戒空只有最後一謀為吉 可惜偏偏此一吉謀, 又是變謀之所在 那究竟是吉還是時空呢? 卦中並沒有綿意 老夫只希望少龍貪污 能吉人天上, 逃過此一大劫 要不然, 琴太夫呢? 我答應你 我一定會留一條命回來見你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月亮, 繳著回家的路上很勤奈 讓我再想起你的模樣 你對我說的每一句話 你對我而言 我終於一句話